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在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中 民进党现任新竹市市长明治坚要转换跑道 来空降竞选桃园市市长 对上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 是否可以再次的赢得胜选呢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民人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台湾这个桃园市市长的选举 现在是比较受到关注的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桃园市是现在国民党两党最优先表态参选人的地方 当然这里面也是国民党曾经长久执政的地方 而这两届百姓改选择了民进党来换党做做看 而现在又要再进入了选举 各次的桃园百姓到底会选择继续支持民进党 还是再换一次让国民党继续努力看看呢 而国民党推出的就是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而民进党推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现任的新竹市市长林志坚 我们的林志坚市长出生于1975年的5月27日 现年47岁而我们的林志坚市长已经担任新竹市市长长达8年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我们的林志坚市长当年是以39岁的青壮年之姿 就已经当选了新竹市市长真的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人中之龙啊 而林志坚市长的背景也是很完整的政治培养路线 我们的林志坚市长在2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政治圈 担任我们民进党最资深的立法委员 柯建民委员的助理长达9年的时间 而后受到柯建民委员的推荐 于2009年竞选新竹市市议员 服以初出茅庐的姿态 就以第二高票的得票数当选了市议员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于2014年由民进党提名参选新竹市市长 而且他以些微的差距好像才1000多票 就顺利的击败了国民党的老市长许明才 如果你说他只是运气好 但是再过一届2018年的时候也再次的打败 想要卷土重来的老市长国民党的许明才 继续连任了新竹市市长一职 单纯只说他运气好 似乎不足以否定我们林志坚市长的人气 而这样的少年英雄 是否能在新竹市市长任期即将届满之际 能够转战桃园市 成为新一任的桃园市市长呢 按照往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林志坚市长的命盘格局 我们刚刚说到林志坚市长出生于1975年的5月27日 化作四柱八字 就为以卯年新四月为有时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会有很多新朋友来看 所以老师还是不断要重复说一下 我们的命理名人堂的节目 它里面这些名人的生日 老师是取自历届的选举公报 上面所在明的信息资讯 这里面只会有生日的日期 不会有出生的时间 所以我们解盘的时候 都会称它为即时出生 但在我们看命盘的时候 如果少了出生的时间 那么这张命盘所推出来的结果 它的准确度至少会降低25% 而且只会降低的更多 而不会更少 例如命主如果出生是在 比如说日换日的交接时间里面 那不是仅仅只是准确度降低的 是整个盘面都可能天翻地覆 所以这里老师还是要说一下 好那回到主题 我们林志坚的市长 从这个命盘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命盘本身是属于一个文人的路线 这样的格局 如果他是去从事研究 研发写文章当作家 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样的格局 会比较属于是能说不能做的状况 会比较多一点的这种创造会出现 也就是说 它是长一鸢管鱼型的类型 这样的类型 做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职业范畴里面 就稍微比较可行了 因为研发跟生产 那是两回不同的事情 就像美国的intel 他会研发出的最新的晶片 但是必须交给台积电代工是一样的意思 你设计的出来 跟你能够做得好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林志坚市长 就是属于能够研发 能够想出来这些创意的这个类型 而这样的人 他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没有办法独当一面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幕僚文胆或者是研究团队的人 即使是去当作家 他也容易做成什么样脱稿的那种 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想不出来或是做不到而脱稿 而是他不想做 懒得做 心情不好 而不想去把那个稿子完成 但是如果这样的人 他有了危机感 例如怎么样 经济比较紧张了 或是编辑部派责任编辑来催了 或是主管威胁你再做不好 不然你就卷布盖走人之类的 那么就可以把他的潜力一整个都逼出来 把该处理好的事情跟业务都可以把他做好 但即使如此 他也只会做得刚好 多一个字他都不会去写 所以这种情况 他必须跟随着一个 比如说怎么样 延师 或者是高压的领导的方式 让他威逼利用 可以让他做得很不错 而在其他的部分 这种面格的人也善于去讲话跟沟通 所以当他朋友的人那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林志健市长这样的与人交往的模式 他是极少向别人恶言相向 都会用很精妙的沟通方式 来让大家感觉到跟他说话 跟他讨论事情 那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那为什么这种会讲话的人 老师并没有说他适得当业务员 或当扩展业务或营销的人员呢 他能不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能够做好这些沟通 当然你业心应该会很好啊 那为什么老师只能说他当文档可以 当幕僚可以 那当然这个有的原因是因为 业务员啊 你必须要说得出 而且你也必须做得到 而这样的格局的人啊 他只负责说 不想负责做 不是不能 而是他不想负责做 所以说他如果做业务 收了订单之后啊 最好连跟吹 还有售后服务啊 都不用做 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个业务员啊 你想把你的业务做长 做久做好 那么售后才是真正的服务的开始 所以当幕僚 当文档 当作家 或是研发人员 那就很适合 但是其他延伸性的职业啊 就比较难了 比如说怎么样 很会说话 你会当公关 你会发想 你会当自广告之类等等的 那这些职业就不太适合了 因为这些职业啊 他是跟时间赛跑的 跟绩效赛跑的 会有KPI 所以是说啊 这个就必须后面你还去关注 那这个就比较不适合 而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他可以少年得志 而且还连两任的新竹市长呢 基本上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啊 说话从来不打算兑现的 所以他有没有兑现的是不重要了 第二个 他能够选上 主要不是他个人的能力 而是他能够趁势 也是我们所说的趁势而为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林志坚市长啊 他的当选 基本上是因为 他是柯建民的助理 以及搭上蔡英文总统的身事 而能够选上的位置 不然按照他的资历啊 他从助理熬到去 可以去选议员 那么你这议员之后 你必须在这位置上面啊 跟百姓互动 至少你两三届以后 你才有机会去问鼎地方的首长 但是林志坚市长啊 刚好怎么样呢 他都成了一个事 怎么样 他走对了派系 就像什么 就像在风口放风筝 就可以扶摇直上 而且还可以直上清云 所以老师之前在各种话题啊 包含流年跟流月解析里面 老师都有说过 努力是我们的人生胜利的一个要件 但是是其中一个 而不是唯一一个 或是绝对这一个 因为我们必须努力在对的地方 那么我们才会得到最好的成果 例如什么呢 例如我们过去的李登辉总统 陈水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 都是站在对的地方努力 他才能过关斩将 成就自我的事业 而其实我们看看过去啊 林志坚市长 他在两任的新竹市市长里面 几乎没有什么太显眼的政绩 反而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发生 包含了什么呢 比较大一点 老师挑出来讲 包含了2018年的1月 新竹市政府 应证的农民地封面 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续日期 他的内页里面呢 百岁生肖对照表 还加注了日本的年号 月曆的封面是穿和服的日本人 还有日本的警察 他交通安全的宣导品 是标志着日本警示厅的东京都警车 日本的广域消防车 日本的JR东北巴士 还有日本生田公司的消防救护车 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蛮奇怪 他是中华民国的市长 不是吗 那这个就有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包含了 在我们每一年 县市长都应该要出席的 所谓的道路安全的汇报 其中呢 我们看到2021年度啊 新竹市他就开了九次这些安全汇报 而身为新竹市市长的林志坚市长 他一次都没有参与会 而其他在其他县市里面 不分党派 无论蓝绿白都一样 大多的县市长都会参与至少八成的会议 那全部缺席的 在我们本岛的县市长里面 也只有林志坚市长 所以啊 这个状况就不是非常理想 那林志坚市长被问到此次之后 他怎么反应呢 他反应就是 好 我以后会过去 有空我就过去了 所以啊 这个也蛮能够符合是说 他这种命格 不喜欢太麻烦的一个事情 当然新竹市的交通有没有改善 就交给新竹市民去评断了 而回到重点 我们林志坚市长 能不能再次的趁市 来竞选桃园市市长 再创下一个政坛的奇迹呢 老师这个时候啊 其实不是很懂得民进党的提名 或是选举的时间表 还有模式 不过老师以有限的这个命盘的资讯 我们先做一个评断的话 老师觉得林志坚市长 他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获得提名来参选 也不是很一定的 因为林志坚市长的格局啊 基本上他是关心暗淡 几乎没有看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促使他 可以再批战袍 接着去竞选桃园市市长的力量 而当然这里面虽然关心了暗淡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股贵人的力量可以扶持 但是呢扶持他的这股力量啊 还是过于的薄弱 所以说老师认为 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提名 那他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被提名去参选 老师个人的认为啊 这里面还有一些的变数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真的获得了提名 虽然林志坚市长的声望很高 但是以目前有限的格局来看 要胜选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低 加上如果他的对手是国民党的张善政前行政院长 基本上以林志坚市长的个人实运来说 他是难以与之抗衡的 这也就是说啊 如果民进党提名的林志坚市长来接着竞选桃园市市长 来接我们郑文昌市长的棒子 那么国民党的候选人就会多了几分胜选的把握了 因为在个人的实事方面啊 林志坚市长除了长官跟贵人的关爱之外 几乎已经没有看到 他有更多的能量来给他吹到关心的能量来选举 那么要选上机会就不大了 各位要知道选举就是适同作战 就说我们说选战嘛 那这个部分他是比较难的 所以同样的按照林志坚市长的实运 无论去选桃园市市长 或是其他哪些县市去参选 大概率不是绝对 大概率都是败选的结果 差别是在于大败跟小败之间而已 如果他想要胜选呢 其实在各个县市都还蛮难的 加上新竹市他不能再连任了嘛 对不对 而如果林志坚市长不选举 他的未来仕途如何呢 基本上只要民进党实证的期间 都还是有其他官职可以任命 但是理论上不会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而如果民进党2024年被政党轮替了 两岸也没有战争的为前提的话 林志坚市长未来的仕途可能就暂时的中断 除非什么民进党继续的执政才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林志坚市长他非常讨长官跟同仁的喜欢 所以只要民进党有执政 他的官位绝对也不会少 只是如果他还想重新进去做民选的选举 打选战 那么他可能要很久以后才有机会 而至于这个很久是多久 老师也只能说要很久 当然了我们命理明天堂 我们看的是参选人的格局跟他的命盘 这里面还要看他的选举的办公室的风水 比如说之前国民党选办公室的风水 就完全处于在煞卫方向 所以说那个老师当时住桃园 所以说那个基本上郑文山应该是赢定的 那么当然还有他风水之外 还有他的辅选的长官 谁带他去选举的 这里面都还有其他的变化 所以之后我们也会参逐一下 这些辅选的命理明天堂 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研讨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命理明天堂 新竹市长林志坚的桃园路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